美国老那么 欺负人那么 为了停止要敢死那么 不受气那么 战士们唱着劳动耗子 在茫茫戈壁上卖力打夯 他们是刚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士兵 还没来得及回家看望爹娘 就被拉到荒芜人烟的大西北 冒着风沙酷暑 只为早日完成监局的任务 1955年 我军收复一江山岛 收到消息的美国将军 立刻要求总统将核弹瞄准中国 主席当即表示 美国纳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 随即下达原子弹战略决策 开始投入研发我国的原子弹 在朝鲜战场立下战功的冯氏将军 接到调令回到北京 我不会 我会吗 美国老会 苏联老大哥也会 可是他们哪 不会白白的送给你 他将担任原子弹项目的总指挥 要想在国际局势中站得住脚 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 于是冯氏将军带着战士们坐上开往敦煌的火车 可在敦煌考察了一圈 冯氏却有了他的顾虑 面对帮忙选者的苏联专家 冯氏只说出两个字 太小 苏联专家急忙解释 他们的清难可以保护中国 中国不需要制造千万吨级的原子弹 爹有娘有 不如自己有 更何况敦煌 还有我国的文化瑰宝 稍有闪失 将是人类文明的遗憾 于是冯氏带着队伍一路向西 进入有死亡之海称号的罗布坡地区 漫天黄沙 烈日炎炎 战士们扛着仪器 艰难地步行在沙土里面 一望无际的沙漠 最缺的永远是水 战士们的水湖即将见底 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 又接连找了好几天 却只找到一只破了的绿胶鞋 这是寻找水源的小分队 唯一留下来的遗物 可他们却来不及悲伤 只能继续向前 又翻越一座山坡 冯氏将近眼前一亮 战士们见到水源 像孩子一样兴奋地大叫 实验基地也被选在这片绿洲附近 可这边的实验基地刚刚打装定位 另一边的苏联 竟单方面撕毁协议 要撤走所有专家 归国效力的陆光达 转身进入暴雨里 作为一名中国人 他永远不会向外国人低头 但出于礼貌 我们还是为苏联专家 举办了一场欢送会 可他们却在拉着女孩跳舞时 背地里将所有图纸烧毁 研究员不顾烈火灼烧 奋力想救出文件碎片 科研人员再将这些碎片 拼凑出完整的公式 第二天陆光达在黑板上 写下满满的算式 就是这一串计算 美国人用了六年 英国人用了五年 苏联人则用了八年 可我们连两年的时间都没有 没有别的窍门 也没有高级的计算机 只能通过人力和算盘 一遍遍的验证 研究所里每天都是 算出碰撞的声音 就像墙上写着的 自己动手 从零开始 不知多少个日夜的计算后 终于得出想要的结果 却和苏联留下的数据对不上 陆光达查阅书籍 经过缜密验证 提出了大胆的假设 理论上有了重大进展 陆光达带着科研人员 接往罗布泊的实验基地 战士们列队热烈欢迎 看着车上的研究员 就仿佛见到亲人一样 车一停下来 冯氏将军就急忙寻找 重点接待的陆光达博士 在军车之间 他看到一个瘦弱的身影 抛起一旁沙土 查看风向 接风验上 部队拿出珍藏的罐头 还有最好的酒水接待来客 陆光达瞬间明白 战士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苦 可基地开工的第一天 他就要换掉这支部队 专家捏起一团水泥 用舌头舔了一口 但这是茫茫戈壁里 唯一能找到的水源 公民团还没意识到 他会对实验产生影响 然而关于原子弹的实验 可容不得一点糊弄 他立刻叫停了工兵团 已经建好的工程 也需要全部反攻 夜里逢时掉集所有卡车 都改装成装水的水车 硬是开到几百公里外的生活区 调来了足够的淡水 工程没有耽误 专家却不依不饶 坚持要将工兵团换走 这么重要的工程 绝不能交给一支 违反施工纪律的部队 对原子弹的感情 他们不逼我们差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还有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 他们同样在努力地工作着 他们演算的稿纸 可以铺满整个萝卜泊 但是他们一个数据都不能错 错就造不出原子弹 狂风暴雨里 工兵团团长站在雨中请罪 他用一口带着香音的普通话 诚恳地反思错误 他可以让自己被换掉 但不能让部队被换走 他们尚有年近古习的老兵 架有刚成年的少年 不惧酷鼠风沙 在沙漠里吃着窝头咸菜 就是为了给祖国出一份力 陆光达被战士们感动 于心不忍地扶起旗帜 风诗明白他的意思 急忙让战士回到争分夺秒的建设中 1961年 原子弹爆空实验成功 但陆光达却一刻不敢停歇 无时无刻不在想着 如何测试裂兵过程 可就在原子弹的实验 紧锣密鼓地进行时 美国高层却在讨论 要将我们的核工业 消灭在摇篮中 有了具体的投篮时间 战士们也向听见中风的号角 所有人都卯足精神 准备全力投身工作 然而就在这时 却碰上了三年自然灾害 运粮的铁路被洪水冲断 支援的食物运不进基地 大家饿得头晕眼花 甚至出现了夜盲症和腹肿 最严重的已经倒下 逢时将去下令 全力保障知识分子的食物 陆光达却举手反对 他们与战士朝夕相处 知道他们的体力劳动 更需要足够的营养 研究员并非高人一等 要跟战士们共同进退 可即便这样 战士们还是让出了杂粮窝头 自己则靠树皮主舟 就着树叶冲击 但生理上的饥饿 还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陆光达提议 从心理上填饱精神 白天研究员 跟着部队唱起军歌 晚上一起看上干岭 学习部队精神 屏幕上出现的面孔 正是眼前的这支队伍 可还没等食物运到 却先遇上了一场风沙 研究员用身体挡住实验设备 暂时奋力拉着帐篷 却还是险些被狂风吹走 女老师走进教室 台下却坐满部队领导 起立 同志们好 老师好 他激动的流下眼泪 内心却有些迟疑 因为出身问题 他经受了诸多委屈 纵有一身学识 也只能在小学里教书 如今他终于被国家认可 可以为国家效力 这儿就是你的课堂 还有一个更大的 在戈壁滩 他下定决心 拿起粉笔 要像他的丈夫一样 把一切奉献给热爱的祖国 此时他的丈夫 正在戈壁滩里 从事秘密任务 为了在1964年底 让那场龙吟震惊世界 前线的战士和知识分子 不惧风沙 加班加点奋斗在一线 可戈壁滩的天气说变就变 突如其来的狂风 险些吹走实验材料 他们只能用自己的身体 牢牢拽住帐篷 接踵而来的 是连绵数日的暴雨 时间却不等人 他们只能冒着雨水 奋力抢救新运来的设备 在奇遥的洪水里面 陆光达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他回头一看 竟是多年未见的妻子 因为保密原因 妻子只知道他去了西北 之后便音讯全无 如今再次见到丈夫 两人相拥许久 妻子嘴里还念叨着 想给你带的咖啡 全被洪水泡了 妻子带来了设备 也带来了雨后的阳光 测试实验顺利进行 原子弹工程 也到了最后阶段 核心部件被送往楼布泊 一排排哨兵 守在铁路两侧 确保项目万无一失 可在这关键时刻 陆光达却出了状况 北京请他回去开会 传达世报的具体时间 然而刚下飞机 就偶然遇见 多年不曾见过的 留学时代的同学 同学获得诺贝尔奖 他不免要寒暄几句 可一个热情相拥的画面 却被外国记者 故意拍下 他全然没有察觉到 这是为他设下的陷阱 很快国外媒体 偏铺天盖地的报道 陆光达和西方专家 私交甚密 领导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 即将到手的红头文件 也被无情地收了回去 上级领导告诉他 他需要留在北京调查 不能再回基地 可前线工作迫在眉睫 陆光达急得直射头发 同样交集万分的 还有实验场的冯石将军 陆光达去了北京好几天 就好像失联一样 接着办公室便被搜查 看着翻得一团乱的房间 冯石想了想 决定亲自去趟北京 他直接找到上级领导 用他的脑袋担保 陆光达绝对不会做出 背叛祖国的事 知道这一天的分量吗 史学家因为这一天 要把整个中国的历史 分为两节 五九六 横空出世不是你我的脑袋 能够担保得了呢 你知道吗 冯石垂头丧气地离开北京 却在回实验基地的飞机上 抬头看见熟悉的身影 原来领导也用他的脑袋 向总理做了担保 他们飞回实验基地 陆光达刚下飞机 就看到令他泪目的场景 共同工作几年的同志们 都在机场迎接他回来 他们期盼能跟他一起 看到原子弹引爆的一刻 夕阳里 冯石向他讲起过往 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投身工作 全因为在战场上 原子弹让我们尝尝 给我们做个外科手术 咱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人 就从没怕过他美国 应该说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可他不应该像现在这样 动不动就要欺负你 让你啊 就想对他大喊一声 No 去你妈的 原子弹部件全拨到达罗布泊 事报开始进入倒计时 10月15日 原子弹安装完成 我们再也不用受外面的威胁 3 2 1 起爆 龙鹰虎啸响响彻大地 一朵蘑菇云震惊了整个世界 横空出世的 不止有堵住世界嘴巴的原子弹 还有团结一致 不惧艰辛的民族精神 电影里冯石将军的原型 是第一任和司令张韵玉 陆光达则是两代元勋邓家仙 我们要永远铭记 为国防事业做出奉献的他们